基督四章一到六节 万军之焉华说 那日临近 势如烧着的火炉 凡狂傲的和行恶的 必如碎节 在那日必被烧尽 根本之条 依无存留 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 必有公义的日走出现 其光线有医治之能 你们必出来 跳跃如圈里的肥土 你们必践踏恶人 在我所定的日子 他们必如灰尘 在你们脚掌之下 这是万军之 依和华说的 你们当纪念我仆人 摩斯的律法 就是我在和立山 为以色列众人 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 看那依和华 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 我必差遣 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 他必使父亲的心 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免得我来咒诅 免得我来咒语 我们有请上海 那一般来说呢 在旧约圣经里面 我们可以随处发现 对不起 我请问一下 我讲到时间到几点钟 没问题的 你讲吧 你才能讲 那要搬家了 那在旧约圣经里面 可以随处可以发现到 以色列人他出状况 以色列是个很麻烦的一个民族 常常出状况 他们出状况的时候呢 多半都是在太平安稳的日子里面 那在危难来临的时候 人会激发他们的潜能 他人会察觉到自己的缺失在什么地方 我怎么会得到这样的目前的状况呢 再次回到神的面前 比如说今天 我今天在这里 我很开心到 回到娘家来一起来服事 谢谢牧师给我这样的机会 其实今天身体是非常非常的不好 带着非常软弱的状况来到这里 很多时候呢 神就允许很多的身体的软弱 临到我们身上 让我们知道自己 靠着自己 真的什么都不能做 自己原来是那样的有限 人真是有限 当一不舒服来临的时候 临到身上的时候 什么事都做不到 什么熊大的志向 什么计划都要搁在一边的 那一般来说呢 在太平盛世的时候呢 一切人都为了 以为我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来自于自己的努力和成果 对不对 今天我所拥有的东西 是我赚的 是我挣的 是我讲的 是我做的 但是呢 神把这些东西给挪掉的时候 在遇到危难的时候呢 我们人发现 在相对的当中 尤其是以色列人 他们在信仰上 在金钱上 在很多在安稳的事情上 都会出现破口 出现很大的破口 会被别人攻击 所以更重要的是呢 在危机的意识不见的时候呢 使命感也就不见了 我们人不知道活着干什么 我们每天吃 每天喝 我们挣银子 我们出去 我们职产业 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活 我们常常忘记了 我们的使命在什么地方 所以呢 马拉基数就在 在这样的一个事情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写马拉基书的时候呢 是相对一个平稳的时代 以色列人呢 他们过了这个 经过了巴比伦时代 到了波斯帝国统治的时代 那波斯帝国相对的是 它拥有很大的地 波斯帝国是第一个 在世界上建立的一个 横跨欧亚非大陆的大帝国 它没办法管这么多地方 它就把很多占领的领地呢 让他们自己去做相对的自治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以色列人呢 回归 以色拉 这些人呢 回归 他们重建圣殿 然后呢 有了圣殿 而且还有了自己的城墙 有城墙 这是相当重要的一个 相对的意义 有了耶路撒冷的城墙 表示他们的自治权 有相对的相当大的自治权 那像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以色列人又回到 这个安稳的时代当中 于是马拉基书 针对当时的人的注意力 提出警告 马拉基书 也是针对今天的基督徒们 我们今天啊 我们生活在澳洲 蛮舒服的 是不是 澳洲真是很美的地方 我刚刚呢 去了一趟开会 跑到这个美国去 去了美国两个 那个西岸的两大城市 洛杉矶 以及旧金山回来 去到那边 在想念 哎呀 我们的雪梨是多么的美啊 真的 我们澳洲真是美啊 那我 我跟自然啊 我跟我 我当家的 我们出去玩啊 那我们回来 是想到说 真的想回家 那 当然这个飞机的劳顿 也是另外一回事 那 真的在外面 才知道 我们雪梨是多么好 但是我们在 相对的一个安稳之下 我们到底活着是为什么 今天我们从国内来 很多人啊 那我从台湾来 很多人从中国大陆来 不过是台湾也好 中国大陆也好 目前的生活 相对的相当的稳定 虽然美国要对咱们中国 要要要要开 要开始打仗了 对我们的六百亿的商品 要要磕成税 岂有此理 谁怕谁来吧 对不对 那但是相对来说呢 我们还是相对的安稳 咱们中国有很大 很美好的前景 一带一路 我们向欧洲开 开开口 我们影响世界的能力 越来越强 在这样的世界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们的使命感到底在哪里 是今天经文 给我提到的 很多他重要的观念在这里 我们把我们现在经文略掉 经文都过去了 尤其是马拉基书 我们每次看到马拉基书 第五章 第四章的第五到第六节 看哪耶华大而可畏之日 没有来临之前 谁要拆遣他的使者 拆遣讲话的人 拆遣这些传福音的人 到我们当中去 他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他必使父母的心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免得神来咒诅全地 那在这里 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 这些话呢 带来一些比较 值得我们讨论的 很多神学的概念 我自己的神学概念是 上帝不会咒诅人的 上帝不咒诅人 但有人说 有骂免得我来咒诅全地 有人说 罪是不是上帝造的 黑暗是不是上帝造的 什么叫黑暗啊 什么叫寒冷啊 寒冷什么叫寒冷 寒冷没有热的地方 就是寒冷 对吗 热度不够的地方 那就是寒冷 有光的地方 没有黑暗 是吗 黑暗是没有光的一种状态 什么叫罪啊 没有神同在的时候 这些上帝的祝福 上帝的保护 上帝的护佑不见的时候 当上帝任凭一个人的时候 咒诅骗了 他就来到这个人身上 那我们可以说 免得我来 把我的祝福挪掉 那这个之前 我们该做什么呢 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免得我来咒诅 骗地 讲完这话之后 神的话就静默了 四百年之久 神就不再讲话了 这是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句话 我们看看 那些狂傲的人 加尔文有本书 叫做基督教要义 很多人看过 基督教到底讲什么呢 一开始就说 我们能拥有一切的真实 和可靠的智慧 几乎都包括在两个部分上 哪两个部分呢 对上帝的认识 和对自己的认识 很可惜的是 这个世界上没有智慧 我们对上帝不认识 我们对自己更不认识 咱们中国老祖宗都知道这件事情 人贵 自知 人不知道自己 对吗 人不知道自己 人不知道自己 我们是多大个的 我们吃多少饭 我们不知道 我们以为我们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还不是我们认不认识上帝的问题 就是我们根本不认识自己 我们根本不认识自己 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九节说什么 人的心比万物都诡诈 坏到极处 谁能湿透呢 我们都不知道人的心 到底有多诡诈 先知 神借着先知告诉人的话 我们人的心坏到了极处 我们听说呢 我们必须要认罪之后 我们才得到赦免 对不对 一般教导 就是这样教导的 昨天我还跟年轻人 有个年轻人要受洗 那在跟师父上 这个西里课之前 我们先带听他 做一个觉知祷告 主啊 我是个罪人 在你面前要认罪 我们认罪 悔改 神就会赦免我们 但是如果一个人 要认清了自己的罪之后 才得到赦免的话 恐怕世界上 没有一个人能得到赦免 我们对自己的罪 我们不了解 我们神 如果神怜悯我们 借着圣灵告诉我们说 让我们知义知罪 让我们知道审判 让我们心里面 自己责备自己的时候 那可能是 冰山的一角而已 很多时候 我们对自己的软弱 对自己的罪 我们不知道 我们如果真是知道了 认了所有的罪 才能得到悔改的话 可能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能得到 什么所谓的悔改 以福所述第二章 第一节说 你们都死在罪恶之中 你们是所有的人 我们所有的人 今天在座的 不管任何人 包括我今天做 做这个讲员的人在内 我们都死在罪恶当中 第四节到第五节 说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 因他爱我们的大爱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便叫我们与基督 一同活过来 保罗两色强调 人是死的 我们都死在过犯当中 可是圣经告诉我们 上帝并没有完全放任我们 上帝并没有说 不来帮助我们认识自己 神来帮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 是吗 约翰福音三章第三节说 这边说 我们听到主耶稣说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够见神的国 那昨天我在年轻的 这个查经办里面 也跟大家讨论这个问题 什么叫重生啊 什么叫重生 什么叫死啊 第七节耶稣强调说 你们必须要重生 人一定要重生 而不是要求说 我们说什么 我们说我们 教会里面常常讲 我们要改过自新 有没有 我们要重新做人 我们要改过自新 我们要提升 我们的道德标准 我们要什么 第什么 第十坤 天行见君子 以自强不喜 我们要好好努力 其实这些话 保罗都没有提 没有说我们要提升标准 提升道德标准 这些对我们的生命来说 一点帮助都没有 以弗所书第二章 引用的经文稍微多一点 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你们死在过犯之中 他 我们的神 叫你们活过来 那是你们在其中行事 随今世的风俗 顺从今天在空中掌权的 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掌权的是 那恶者 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 欲行当中的邪灵 我们从前也都是 在你们在他们中间 放纵死肉体的私欲 随着肉体和心中 所喜好的去行 本位可怒之子 和别人一样 其实我们跟外面那些犯罪的人 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 我们都一样 我们都一样 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 如果没有重生 我们就是死在过犯之中 所以重生之所以重要 我们讨论到重生的时候 并不是说 从现在开始 我要做一个好人 从现在开始 我要提升我的道德标准 从现在开始 我这个不做 那个不做 那个不吃 那个不喝 不是 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 一点帮助没有 耶稣说你们必须要 人必须要重生 若不重生 我们就不能够见到神的国 什么叫死 今天在做很多医生 我也学过医学 什么叫死 死很简单 死就是对外界没有反应 医生常常拿一个手电筒 去照一个人的瞳孔 一照射他之后 看他瞳孔有没有收缩 有没有反应 没有反应 我们说这个人差不多死了 他对外界没有反应了 一个人 如果对神的话 没有反应的话 对主耶稣的教导 没有反应的话 他也是一个死人 他也是一个死人 那些行狂傲的人 明明是没有生命的人 自以为了不起 难道我们不是吗 今天的马拉基书 是对所有的基督徒说的 是对犹太人说的 如果不是我们的心归向 父母的心归向儿女 儿女的心归向父母的话 神的审判就会临到我们中间 上帝没要求其他的事情 我们要实意奉献 我们要赶快出去传福音 要遵守大使命的教导 要出去传福音 这些东西先摆在一边 先摆在一边 我们要重生 什么叫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转向父母 我们现在呢 圣经里面给我们的 只有一个选择 今天的经文 第二节到第三节 但向你们敬畏我的人 有敬畏我的人 有不敬畏我的人 敬畏我的人呢 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 有其光线 有医治之能 你们出来跳跃 如圈里的肥独 你们必践踏恶人 恶人是不敬畏我名的人 在我所定的日子 他们像龟臣一样 被踩在脚底下 这是万君之耶华说的 只有两样结果 今天的题目我定的是 主必快来 主要来了 主要大而可畏的日子 来临之前 我们到底要做个 怎么样的选择 对其选择只有一个 没有第二个选择 我们对上经上的话 有两种态度 一个呢 我们觉得圣经的话 都是无奇之谈 只不过是 说说罢了 对不对 宗教信仰 我们对基督的信仰 对我们有什么帮助 可能对你有帮助 对我们有帮助 因为宗教这种东西呢 只不过是 软弱人手中的拐杖罢了 对不对 你软弱 你需要信耶稣 我不需要 这叫什么 这叫那些行狂傲的人 我们只有一个选择 你的选择到底是什么 选择生 还是选择死 我们要敬畏神呢 我们还是要被践踏在 脚底下的灰尘 经文第四节说 今天经文 第四节说 你们当纪念我仆人的 仆人摩西的律法 就是我在和列山 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顶章 最终神的诫命 是什么 是免于死亡的 唯一的选择 唯一的选择 我喜欢传道书 今天早上还跟 阿佩特 后面讨论到 传道书 传道书谁写的 所罗门写的 大概是所罗门写的 因为这个很多东西 这个一考究起来 很多人喜欢提反对的意见 有人说呢 大概我们的观念就是 所罗门 他在年轻的时候呢 写的雅各 后来呢 他到了中年的时候 写真言 到了晚年的时候 写的是传道书 那我们说这个 所罗门呢 给我们的印象是什么呢 所罗门在年轻的时候 敬畏上帝 跟上帝求智慧 到了晚年以后呢 他就糟糕了 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变成一个坏人 到了晚年的 这个坏人 败坏的这个所罗门 写了一本书 叫做传道书 我们捧着当宝贝 对吗 其实呢 再跟大家说 我很喜欢讨论 圣经的人物 所罗门基本上 从年轻到年老 没有太大的改变 他没有太大的改变 他年轻的时候 他碰到一个 很棘手的案子 有一个孩子 不知道他妈妈是谁 两个女人都说 这个是孩子的妈妈 解决这个办法 大概我们可以想到 一百种 可以解决这个方法的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但是所罗门所采取的 是最冷酷 最财忍 最有效的办法 这是所罗门的作风 拿起来 刀砍一半 所罗门这个人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感情 他用他的智慧 他用他的冷静 来治理这么一个国家 上帝啊 求你赐给我智慧 神给他智慧 按照神的心意 求神给他了 对不对 他就用他的智慧 来管理这个国家 他从头开始 他在没有求智慧之前 所罗门就做了一件事情 他在迷取祷告 献祭之前呢 他就娶了法老王的女儿 做他的皇后 别忘了埃及法老王 是当时天下权力最大的国家 他有这么个埃及法老王 做他的老月仗 他几乎都有后盾了 不要什么有后顾之忧了 这就是所罗门的行事方法 接着他娶了很多老婆 对不对 其中七百个都是妃 都是公主 七百个公主什么意思 他跟七百个邦国 建立这种婚姻的关系 看到吗 他的国家多么稳固啊 表面上看 这是所罗门的做法 他一直这样做 一直到晚年 就是他死了之后 等他的儿子罗伯安出来之后 很多长老都跑到罗伯安那去 拜托 能不能让我们松一点 你爸爸管理我们管理的 太严酷了 所罗门给人的这个盖棺论定是 对人冷酷又严格 他的一生就是这样子 有没有效 人看来很有效 当时的在那个 他的皇宫里面 盾牌都是用纯金打造的 当时的在所在耶路撒冷 银子不值钱呢 大家都一般通用的货币用金子 银子太多了 富裕到这个地步 到今天为止 我们还想到说 是不是在北非的任何地方 哪个山洞里面 有所谓的所罗门宝藏呢 是不是 所罗门就是这样 但是传道书在写所罗门的时候 他写了 他所罗门写传道书的时候 第十二章 第十三节 写了句非常重要的话 这也是传道书的最后一句话 说什么呢 他说敬畏神 谨守他的诫命 这是人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 人能做什么呢 人什么都不能做 我说的是人有几个选择 对不起 只有一个选择 人只能做的是敬畏神 谨守神的诫命 这话是所罗门在晚年所说的话 他是一个成功的一个王 他也是一个失败的王 这个成功的王 这个失败的王 在他晚年的时候 他写下他刻骨铭心的话来 中文比较不是那么明显 英文写得很清楚 英文说 敬畏什么意思 看到神害怕 因为害怕的心 害怕到个地步呢 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这样的害怕的心来面对神 然后呢 把他的这个命令保持住 不是遵守 而是持守守住这些诫命 然后呢 For this is the whole duty of man 这些东西 是人所有能做的事 也是所有应该做的事 除了这个之外 没有什么能做的 除了这个之外 也不能够做其他的事 人所能做的 就是敬畏神和 谨守他的诫命 这神能做 人唯一能做的事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做到了吗 跟今天的 马拉基书一样 有两个选择 就有两个状况 一个选择 我们有没有谨守 神的诫命 有吗 神的诫命是什么 归向父亲的浪子 故事很多啊 这个很知道 最后一节经文说 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转向父女 父亲 这叫什么 这叫一个新秩序的建立 上帝来之前 要让这个世界 新的秩序的建立 这个新的秩序建立 我们一直不能够保持在 一种失丧的状态当中 我说了 马拉基书说的 是对每一个人说的 大尔文也说 人就不认识 自己的一个失丧的状态 我们以为自己还可以 但是其实我们都在 失丧的状态当中 我们不能保持在 失丧的状态当中 我们必须要回来 建立这个新的关系 在新约圣经里面 我自己非常喜欢 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第十五章 主耶稣讲了三个故事 这三个故事的关系 都非常密切 一环接一环的三个故事 其实不是三个故事 是四个故事 我慢慢跟大家说 故事的结构 力道是越来越紧紧的逼人 路加福音第十五章 第一个故事 一个人有一百只羊 走丢了一只 于是牧羊人就去寻找 找到了之后 就把羊带回家 牧人太高兴了 于是邀请亲朋好友 一起来庆祝 故事就这么简单 好 你看 一个人有一百只羊 丢了一只 他去找 找回来之后呢 庆祝 第二个故事 一个人有十块钱 丢了一个 找找找到了 找到了 后回来 找人一起来庆祝 对不对 故事是不是一样啊 第三个故事 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走丢了一个 回来之后 插个肥牛族 一起庆祝 三个故事一样啊 主耶稣怎么这样 重复这样的一个 一而再三 主耶稣有他自己 他自己的用心 他用心良苦 苦口婆心的 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世上的人 我们都在 世上的状态当中 第一个故事 一百只羊 走丢了一个 我们常常有 很多故事说 一个花坛的油画 看到主耶稣 金色的头发 很喜欢把主耶稣的头发 画成金色的 白色的袍子 拿着一个牧羊的杖 手里抱着一个 好可爱走狮的小羊羔 我再说 跟他讲过了 走狮的那个羊 不是小羊羔 小羊羔跟着妈妈 她不会走狮的 走狮的那个是 头长得很脚 头长得长长的脚 自以为是那个公山羊 她会走丢 对不对 在教会里面 常常超毛病的 不做事 常常看我 牧师这不对了 传道人那不对了 同屋那不对了 她做话 做事不多 讲话多 这就是那个 自以为是的公山羊 结果呢 你们走的不对 我自己走 就走丢了 离开教会了 感谢主替我们的祷告 终于走了 不对啊 主耶稣是这样的羊 出去把它找回来 主耶稣是一个不太会 会做生意 不太会算账的人 一百个羊走丢了一个 九十九个摆在矿业里面 去找那个羊 回来给狼叼了八只 那怎么办 对不对 那 拜托算个账嘛 丢了一只 那个羊不听话 算了 对不对 但是牧羊人的心不是 当牧羊人走丢 发现走丢一个羊的时候 他的心 就在那个 走丢的羊身上 九十九个不是不重要 那个走丢的是 他心中的最大的牵挂 于是去把那个羊找回来 我们听到这个故事 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要出去传福音 把那个羊找回来 对不对 主耶稣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主耶稣说 你就是那个走丢的 第一百只羊 我就是那个第一百只羊 我们都在一种 失丧的状态当中 当我们愿意 回到主的面前的时候 主是多么的开心呢 找人来 一起来庆祝这件事情 这是一百只羊的故事 一百个走丢了一个 我有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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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水 一百个走丢了一个 重不重要 很重要 很紧张吗 没那么紧张 对不对 好 现在十个丢了一个 一个人有十个钱 丢了一个 百分之一的走失 可十分之一 这个比例差太多了 我们就开始精神紧张起来 一百个走丢了一个 值得紧张的话 那十个走丢了一个呢 十个钱 这十个钱是这个寡妇的 手中的宝贝 有一天呢 掉了一个不见了 尤其打了灯笼 到处找 找到了之后太开心了 就花了不少多少钱 请大家吃饭 也是不会算账了 吃我头乖乖的 别讲话 闷声发财就得了吧 是吧 干嘛要请人吃饭呀 这表示这个人的心 当我们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 我们心里想什么 赶快去把那一个钱 找回来 不是 我们在神的 父神的手里面 看起来 就是那个十个钱 丢失的那一个 这个主人呢 这个寡妇呢 他的心思意念全部在这个丢失的 那个钱币上 我们是那个丢失的钱币 就是你 就是我 第三个故事 有两个儿子 一个人只有两个儿子 其中一个儿子 失丧了 这父亲呢 就巴望着儿子回来 儿子终于回来了 父亲太高兴了 要请亲朋好友 一起来庆祝 老头 请问这个儿子 他为什么要回来 他想到 爸爸好伟大 爸爸真是爱我 我不爱爸爸 我真是对不起爸爸 所以呢 钱花光了 良心发现了 回家来了 其实这个儿子 没那么了不起 这个儿子心里想的是什么 我不想死 我今天要吃猪 吃了豆豪 我都吃不到 我在这儿饿死呢 我还是回家去 家里的父亲有故宫 有多余的口粮 我回家去 起码我能活命 他根本没想到 父亲会接纳他 因为他把他爸爸的钱 都败光了 你知道吗 他已经没脸见人了 他回家去 跟他爸爸说什么 想了很大 一大套的说词 说说词和说词 跟他爸爸要说 我为什么把这个钱 都花光了 话还没开口 爸爸就抱着他 连连跟他亲嘴 于是脱下一个衣服 替他身上 身上污秽 肮脏破烂 臭不可闻 都被一个 华美的袍子遮开 有一天 我们见到主的时候 我们的主会给我们 希望 最起码 我跟郑母士 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希望 主耶稣给我们 一个白色的衣袍穿上 在主的面前 站立的时候 我们里面 所有的误会 全都被这衣袍所遮开 神所看到的 天父 所看到的 只是我们外面 穿的那个 公衣的袍子 是被他的独生的 爱子的宝血 所洗净的 公衣的花袍 而里面的 误会肮脏 全都不见了 将来有一天 我在想 有天站在审判台前 我将来 以前犯的罪 我这些 误会肮脏的 不堪入目的 什么想法 如果样样 都逃出来的话 我怎么办 我怎么跟 这个阿周来讲话 Anthony一定会讲话 你看你看这个人 你还是个牧师了 对不对 到那天 我们所做的 全部要谈出来 有一天呢 有一个小孩说 哎呀我真高兴 我在河边玩的时候 我见到主耶稣了 整天这样讲 说我在河边 见到主耶稣了 有一个大主教 来说 你真的见到主耶稣吗 是啊 我见到主耶稣了 大主教说 我不相信 给我证明一下 证明什么呢 这样子 大家知道天主教 都有 不管是神父也好 主教也好 他每天 他每个礼拜 都会到一个地方 去告解一番 我觉得这个告解的 这个制度 倒是值得 倒是值得去恢复的 有些时候 我们自己身上 背负罪债的时候 我们没办法 哎呀对不起 这怎么办 啊 这是怎么办 救救命啊 各位 谁帮忙忙 那这个 好 这个大主教呢 就跟着孩子说 这样子 上个礼拜 我去告解的内容 我犯罪告解的内容是什么 你问问主耶稣 如果答对了 我就相信你 现在是真是主耶稣 小峰说 好 我帮你问 过了两天 他又回来了 你昨天见到耶稣了吗 我见到耶稣了 那告诉我 你有没有问耶稣说 我上个礼拜告解的那些罪行是什么 你有没有问耶稣 我问啦 耶稣说什么 耶稣说 我早就忘记了 多大的恩典呢 各位 有一天我们来到父亲的面前 父啊 我得罪你 主耶稣 我们的父亲说什么 没关系 我都忘记了 不在记忆当中 诗上的比例 在这故事里面 解解身高 从百分之一 到十分之一 到二分之一 其实上呢 父亲讲的是同一件事情 不过第三个故事呢 比较复杂一点 包括了诗上的详情 包括了离家出走 包括关系破裂的这种感受 最后戏剧性的浪子回头了 浪子回头的故事当中 我们感受到的 这个诗上的深度在哪里 我们和那种期待 那种期待的狂热 因为诗上的是 儿子 不是羊 诗上的是儿子 不是钱币 因此所有在座 做过父亲的人 做过儿女的人 这种心呢 特别让我们能够被震撼 特别不容易被震撼 如果是你的儿子怎么办 自从这小儿子出去之后 这个爸爸 常常就站在门口 看着儿子回来 所以儿子当进村口 人家刚刚进村口的时候 爸爸已经在门口迎接他了 这么多么大的一个张力 不晓得这个小儿子出去 失散了多久的时间 一年吗 两年吗 五年吗 不知道 老爸看到日期的过去 但是没有失望 站在门口等儿子回来 等儿子回来之后 就把自己的桃子脱下来 盖铺在儿子身上 而且把戒指戴在手上 戒指戴在手上 什么意思 你不是个失散的人 戒指是拿来 签合约的时候 打应用的 就是说 儿子啊 你回来了 你继续在家里面 做当家的 管家的 你可以签合约 你可以做买卖 家里产业 还是你的 这个父亲也是一样 我跟前面的牧羊人 跟那一样 不太会算账 真的是不太会算账 我们的天赋 也不太会算账 他把我们的过犯 全都抹掉了 他为我们的失丧 付上了极重的代价 那个代价是我们 根本就想象不到的代价 我们当然不会用 寻找羊的方法 去找儿子 也不会用寻找 这个钱币的方法 去寻找儿子 有时候在积极的行动之外 我们能做的是 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等 就像这个老爸爸一样 只能做的是 站在村口 等 他能做什么 他什么都不能做 只能等 有时候我们生病了 生了病之后 我们做什么 只能等 有个人 他摘了一棵树 无化果树 不结果子 主人来说 把他砍了吧 原理说 别砍 让我掘开地 放上粪肥 然后呢 让我等一年 很多时候 我们的天父 就是在 等我们 他就在等我们 就等 我们也要学习 在神面前等 世上的比例 一节一节的 深入人心 不知道 因为耶稣 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 是因为法利塞人 在挑耶稣的毛病 说耶稣整天 跟一些罪人 吃饭 因为跟罪人 跟妓女 跟税吏吃饭 好像是耶稣的 这个政治标记一样 耶稣在世上干什么 三年半的时间 整天跟人吃饭 多数跟罪人 在一起吃饭 吃吃喝喝 然后呢 在吃饭的时候 他所说的话 就被记录下来 成了马太 马可 路加 约翰 福音 耶稣所讲的话 在吃饭的时候 所讲的话 就是最主要的 圣经的内容 不知道他们怎么说 他们会不会很生气呢 这个故事会不会激怒他们呢 那些失丧的羊 不是他们 其实他们会想 失丧的羊 会不会是我们自己呢 失丧的钱币 是不是我自己呢 那个失丧的小儿子 是不是就是我自己呢 丢了钱 不是我自己 失丧的浪子 更加不是我们 法利塞人和文士 都是标准的艺人 标准的好人 他们不但不是失丧的人 他们也不会丢任何东西 这些人非常会管理自己 他们不会说错话 不像我一样 那我们家这个当家的常常跟我说 你做牧师的讲话 小心不要今天随便说话 对不起啊 老毛病 人很难改 等我改了 所罗门也改了 当我们自以为义啊 我们人都自以为 自以了不起 都自以为 这种心防稍微松懈的时候 耶稣就带来了第四个故事 这是另外一个浪子 对父亲而言 他是一个失丧的人 对兄弟而言 他是个失丧的人 对欢乐的喜庆宴会当中 他是一个失丧的人 这个大儿子 显然没有犯任何的大的错误 他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规规矩矩 每天在田里工作 接下来呢 父亲呢 竟然找回来 另外一个 失丧的浪子 我说那个失丧浪子 就像那一百只羊一样 走了 离开了教会 离开了家 感谢上帝听我们的祷告 就是那个人 他终于走了 竟然回来了 岂有此理 回来了不说 爸爸还为了他 宰了一条肥牛肚 父亲望穿秋水 看有没有 对不起 每一次都是 欢庆的收场 故事简单 但是却是 非常的深入人心 本来的意思是 来到他的身边 也就是 对不起 这是后来 对不起 这个父亲望穿秋水 小儿子终于回来了 他出去跑去找大儿子 找到大儿子之后呢 就苦口婆心地劝他 原来的这个原文的意思 就是说 来到他身边 恳求他 邀请他 欢迎他 鼓励他 来参加 欢迎弟弟的这个宴会当中 各位弟兄姐妹 其实我们的神 我常说了 我们的上帝 我们信的这位神 不太会算账 他付的代价 自己都不知道 他为了寻找我们 他付上极大的代价 也要用同样的态度 来吸引我们这些人 来吸引我们 让我们成为 吸引我们和那些 失而复得的群体 一起来欢喜快乐 这是一个欢喜快乐场地 我们有在其中吗 圣灵和安慰者有关 神的心意 是让我们再次进入到 那个失而复得的群体当中 第前三个故事都是一样 失丧 寻找 寻找 庆祝 第四个故事 也是一样 失丧 寻找 找着了 有没有庆祝啊 各位 请问大家一件事 大儿子最后 有没有进入到 那个场合里面去 跟弟弟一起庆祝 有没有进去 有没有进去 我们不知道 故事没有说 主耶稣说 爸爸来到儿子面前 恳求鼓励 邀请他进入 故事就结束了 大儿子有没有接受 父亲的恳求邀请 主耶稣讲前面三个故事 一百个羊的故事 十个钱的故事 还有小儿子的故事 拐弯抹角的小故事 目的是 带出第四个故事 第四个故事的听众 耶稣在这里用心良苦 为了超越人自己的认知 我们从来没想过 自己就是那个失丧的人 一听到一百个羊 我们出去找人 去开步道会 十个钱出去开步道会 然后呢 我们小儿子走丢了 我们也开个步道会 你就是一个失丧的人 其实我们忘了 我们办步道会的人 就是那第四个儿子 耶稣讲完故事之后 给人带来非常大的不安 听故事的这些法利赛人 心里面想说 哎 这种拿撒勒人耶稣 不会是又在讲我吧 因为耶稣常讲故事 都讲他们 你知道 我是那个大儿子吗 我失丧了吗 我超过其他人的失丧吗 天父来寻找我吗 天父来恳求我 邀请我吗 如果我们拒绝承认 我们就是那个失丧的人 我们就没有办法体验 天父要寻找我们 那个美好的心意 如果我们每一天 都回到那个失丧的状态当中 明白 我们就是那第一百只羊 明白我们就是那第十个钱 明白就是那个 我们濒临绝肿的浪子的话 如果没有承认 自己就是那个失丧的人 我们就是那个 自以为意的人 我拒绝进入这样的场合 我不要跟这些妓女 跟这些税人一起吃饭 耶稣你 没有搞错 你跟这些罪人一起吃饭 我拒绝加入 这些人就是那个 拒绝进入那个失丧 那个宴会当中的 那个大儿子 耶稣不是正在说 说法利塞人吗 说法利塞人吗 还是现在说我自己 我们常常自以为意 神的话 今天如果只是对大家说的 没意义 我们读圣经 神的话是对我说的 今天的经文 看那耶华大而可畏的日子 他没来到之前 我必差遣先知一利 到你们那里去 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说完这话之后 耶华上帝就没有再说任何的话了 静默了沉默了四百年 一直等到主耶稣再来 把人和神和好的真理 再次显明出来 圣经的真理是渐进式的 主耶稣来 把所有的真理都讲出来 耶稣所讲的话 耶稣所做的每件事情 就是所有的真理 圣经我们看一整本圣经 讲的是一个人物 讲谁 耶稣基督 认识独一的真神 并认识你所拆来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的定义 什么叫永生 永生就是认识耶稣 我们认识耶稣吗 各位弟兄姐妹 耶稣来就是为了寻找 像你像我这样的人 神门 老子 老子 为了 rev 祝 �ى 婉